的概念之后的话 那再来的话就是第2个 第2列的话,当然 如果我要再跑,当然你不是说傻傻的,就是说 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层次复制贴上,然后把 比较没有那么聪明的 Ctrl C 有没有 你可以 Ctrl V 然后再跑一次对 然后只要把什么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一个2 这边再改成一个 这边再改2 有没有 那不过你把这个 做完之后的话呢,把它print 它会 跑出什么结果 它会变成像这样子 1 跑完之后后面接着2 所以呢你只需要怎么 在 第1个回圈跟第2个回圈中间 再加一个什么 换行就可以了 换行的话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直接输出一个print 给它一个小刮户,里面不要传任何东西 就是换行 OK,因为它print本身就是一个换 就是最后会有换 所以假如说我今天呢,写完这样的话 你执行,你会把 他就会帮我把第1列 做完之后呢 紧接着就第2列了 OK 那你想说 那如果9列的话呢 你想说 是不是说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 这个 printer 再加这个复制 然后再贴上 再改3 然后贴上改4 其实说真的 这样 如果这样 你实在不会写 你这样写是可以run 只是说这个的缺点 程式实在是 太重复了 而且 没有办法达到我们需要的那个效果 所以其实理论上 当然我们就有必要怎么样 把刚刚讲的东西 再加一个 外面的一个 外面的回圈 OK 等于是第2层回圈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潮状回圈 那当然理论上回圈 大概一般比较常用是两个 两层的回圈 当然也有人用到三层啦 不过比较少一些 主要原因是因为一般你可以想见啦 就像四传表一样 蓝跟地也两个而已嘛 没有在立体的 3D的嘛 OK 目前是比较没有啦 未来 如果有陛下当然 会 有需要用到三层的潮状回圈 只是说呢 我们如果要把这个问题 再加上 那该怎么加比较OK 首先的话 我们大概有这个概念 你会发现 其实 只要 这个地方的话 会需要一个变数 什么变数呢 就是这个1 变成2 变成3 一直到9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我们如果有 大概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先删除掉 底下这个 大家留下print就好了 那我们一般习惯是 如果我要增加第2层的 回圈的话 我会把那个回圈 写在层次的最上方 然后叙述的话呢 就打一个for 当然 追用掉了 所以呢 我们上面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上面呢 再加一个 我偷懒一下 把它打一个for i in range OK 那一样是1到 1到9嘛 所以是range 是范围是一样 那再来的话 一般是 把这个外回圈 写完之后 习惯上会跟内回圈结合在一起 那特别之后 它有阶层关系 因为呢 要先跑它 再跑里面的东西 所以记得 把下面的 这些程式选起来之后 做什么呢 请你记得按一个tape键 意思就是说 它在它的下一阶 去跑这个程式 OK 应该要慢慢有这种概念 它在它的下面 而且 这个阶层是绝对必要 Python里面阶层是 程式的一个部分 你如果没有tape 或者tape加错 或多一个少一个 都 都不正确 OK 特别注意 那有些程式 一般习惯还是会阶层 不过 你没打阶层也 没有关系会run 像vba 像java 它没有 那个tape 可以照run 但是Python 不是 Python它已经严格 就是 那个缩排 就是程式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 一定要记得 它的下一阶 OK 那应该有这个概念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 通常是会先写 里面的这个回圈 然后呢 再写外面回圈 那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之后 缩排一下 OK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其实只要再做个动作 你的程式就完成了 什么动作呢 只要把这里面的E 跟这边的E 改成RE就可以了 OK 那其实这个后面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它 直接是数字嘛 所以直接改个I就可以了 那前面这个E的话 那因为呢 你要直接把 这个变数 跟这个 这个X 串在一起的话 那应该记得 你不能说直接放个I I加上这个X 不是 外面记得要什么 要再转型 所以这个 加个String 然后呢 转型 把它转完之后的话 再跟后面串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程式就写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OK 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就写这样而已 我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OK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让验证一下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 所以第一个 我们只是把什么 把原来的这个程式 下一阶 上面加一个外回圈 然后把这个I里面的这个词 跟它 放到这里面 其他都没变动 好 两层回圈 就搞定了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乱乱看 OK 如果乱出来结果 没有问题的话 那表示应该就成功了 你会发现 程式的话 我把它放大一下 底下的话呢 乱出来 它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出来 有没有 一直到第九个 程式呢 就 大功告成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这些回圈 一层 比较简单 两层的话 可能还是有个诀窍 像我的习惯是 我会先写 先写里面的回圈 就是先写一列 写完之后的话呢 在外面的再把它写上去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最后做完的程式 云端上也有啦 所以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的那个程式 OK 但是 这边其实 还可以再让程式 变得更精简 哪个地方可以更精简 这一串 为什么这一串里面你会发现 光那个转型的函数 就用了三个 一下子又数字 转型 然后串接一文字 然后串一堆的 可是如果说这里 假如说我们用一个函数 之前有讲过用format的话 其实会可以让这个地方 再更精简 为什么用format的话你只要用大瓜 来表示那个你要放的变数 然后呢把那个格式 跟变数资料 格式跟资料分开 那会比较好撰写 那至于要怎么改 这个地方要怎么把它改成format 应该format有印象吧 而且我一直强调format是非常重要 因为format如果不会用的话 以后你要写程式有个很大的问题 虽然可以写得出来 但是不漂亮 但如果你要写得很漂亮的程式的话 一定要用format 所以这边的话请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写完了 这个如果可以把它改成 用format来撰写看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好 谢谢大家